8月10日亚洲榜样行动发布会在京举行 人气歌王周比畅华晨宇作为青年榜样现身造势 积极传递正能量 初到十年周比畅华丽蜕变成为实力唱将 并鼓励年轻人勇于追逐梦想 而向特立独行的华晨宇也宣传倡导大家勇敢说爱 刚以改编弹奏的方式隔空向偶像Lady Gaga告白 让歌迷们大呼过瘾 她其实我觉得她整个人的整个女神 不光是她的音乐 她的性格 她对待人的一个方式都很影响我 别看花花在台上对偶像大方施爱 生活中对待个人感情问题却免损不少 现场更自爆起年少时爱恋情史 让粉丝们忍俊不尽 我想说爱恋过一个女生 我一直都 我一直没跟她讲魔话 我从来没讲魔话 哦真的吗 对对对 所以那个女生一直以为你是残障人士的 那个女生就我不认识我 根本不认识就我不认识我 相较于花花对待感情的含蓄内敛 同是华少团中的张翰却显得霸气多了 近日因其在微博大方公布与古琳娜扎恋情 也来不上网友争相热议 而作为花儿与少年的昔日战友 当天花花也透露恋爱中的张翰很幸福 张翰 对有啊 我们都在群里面私下祝福了 发少情 大家都有会当说 当然当然有 昨天可认的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对我只知道他们公开之后 我就说哇 翰哥 翰哥都公开自己认情 我觉得还蛮幸福的 此外 接近华晨云粉丝团联合抗议 质疑花花的宣传团队 不专业的消息 甚嚣沉上 面对粉丝们的声讨 当天花花也表现得十分谦虚 并不忘为自己的宣传团队解围 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出道很久 那我的歌迷跟我其实跟了也没有很久 我的公司也是第一次做像我这样的艺人 那可能我觉得对于成长这一块 可能需要我们都共同来成长 就像我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公司跟我的歌迷没什么区别 就是我的团队 他们对我的音乐对我的生活对我的所有事业 都是全力的去支持去配合 只要我的想法一提出来 他们都会配合我